郭文贵 李宗盛 李宗盛 郭文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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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感谢朴仁贵先生的介绍 实在是不敢当 上海人坛十年了 可喜可贺 我希望今后十年 上海论坛能做得更好 更好是什么含义 我想今后十年 不管是中国 不管是亚洲 不管是世界 大概就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在这样的情况下 最需要的是什么 好思想 好点子 我就希望今后十年 上海论坛能够通过 论坛上的思想碰撞 产生一些好的思想 好的点子 推动中国 推动亚洲 推动世界进步 今天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亚洲的责任 中国是亚洲的一员 亚洲的责任在相当程度上 涉及到中国的外交政策 所以我想关于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我讲三点 第一点 提出这个命题 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非常及时 第二点 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有两个关键 第三点 坚持不建盟 我讲第一点 习近平主席去年11月 在中央外出工作会议上 首先提出了 中国要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 我以为这个命题的提出 非常及时 及时因为两个原因 第一 回顾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 大概今天中国的地位 可能是最高的 过去一百多年里面 很长的时间 中国在世界舞台的边缘 你在世界舞台边缘 谈不上什么大国外交 你距离中心很远 你讲什么人们更不在乎 但是今天 中国来接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 2010年 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今天那个朴先生讲到 中国好像按照PPP 购买力评价 中国今年好像超过了 有人说去年就超过了美国 我对这个数字也重视也不重视 因为中国体量那么大 GDP多一点是很自然的 我们的人均还差得很远了 对这个问题 中国人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我们确实 我们来到了接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 这个时候提出要 中国要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 非常及时 第二 从世界来看 我从1959年大学毕业之后 就开始观察这个世界 我觉得今天世界的变化 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世界也期待中国发挥作用 因为你已经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了 所以我认为 习近平主席去年提出了 中国要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 是非常及时的 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 中国来到世界舞台中心 是一个新的情况 因此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有一个丰富和发展的过程 尽管如此 我认为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有两个关键要抓住 中国的特色大国外交 有三个关键的因素要考虑 第一是世界 第二是中国 第三 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这是考虑到世界的情况 中国的形势 以及世界人民 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而提出来的 这里面有两点是关键 第一点 就是习近平主席 在2013年3月份就提出来 要以合作共赢为核心 构建新型的国际关系 话不长 很有新意 你看回顾从1648年 威斯法利亚体系形成 当时主要是在欧洲了 因为欧洲走在人类的前列 它这个国际体系形成 当然对世界有影响 后来的1919年的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一战后 八战争期的雅尔塔体系 这些体系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大国统治世界 小国处于一个 服从和依附的地位 习近平主席提出来 以合作共赢 构建新型的国际关系 这里包含这样几条 一条考虑到世界的变化 时代的变化 今天的世界 已经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 为主题的时代 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 为主题的时代 这个可不是套话哟 时代主题的变化 是国际关系当中最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 是统领一切的 战争与革命时代 战争与革命 指出了解决当时世界面临的问题的途径 今天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指出了今天的世界 要解决面临的面临主要问题 靠什么 靠和平与发展 请大家注意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进入新世纪之后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所谓颜色革命 大概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颜色革命是成功的 为什么 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过去了 习近平主席提出来 以合作共赢 为核心构建新型的国际关系 考虑到时代主义的变化 第二 就是大小国屹立平等 这是中国外交的延续 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国国成立之后 我们外交上的一条基本原则 就是平等 中国人一百多年的奋斗 为了什么 取得一个平等的地位 我们独立了 我们平等地带人家 我们希望人家平等地带我们 第三 民主的原则 大国小国 穷国富国 弱国强国 在国际关系当中 都有平等地位 这就是民主的原则 这是习近平主席提出来 我觉得第一个关键 就是以合作共赢 来构建新型的国际关系 第二个关键 中国将始终不语 坚持和平发展的战略 什么含义 三要三不要 三要是什么三要 要和平 要发展 要合作 和平 是发展的前提 没有和平 发展不起来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大发展 是在和平的条件下实现的 过去三十多年 可能是在中国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上 最和平的三十多年 发展 中国面临很多问题 怎么去解决 靠发展 没有发展 其他都谈不上 三合作 中国要实现现现代化 关起门来 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如何实现现代化 通过国际合作 就是邓小平先生提出 改革开放的深远意义 中国关起门来就完了 开放了 与世界合作 那中国就取得大发展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大发展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的 三不要 不要什么 不扩张 中国正在崛起 中国的崛起 是十三亿人 十四人的崛起 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 大概从来没有过 十三亿 十四人崛起的先例 但是我们崛起 绝不重蹈西方大国 进行知名扩张的老路 那是一条死路 中国人绝不会去走 第二 不要的是什么 不称霸 这就意味着 中国绝不会去从美国 争夺世界霸权 绝不会同美国搞军备竞赛 绝不会重蹈前苏联的覆辙 那是一条死路 中国人绝不会走那条路 第三 不接盟 不接盟 我想多讲一点 这是我讲话的第三点 坚持不接盟 我是这番话 我是结合当今的 现在发现出现一些新情况 而今年请大家注意 从美国刮出了一股风 这股风呢 说一个新的两极格局正在出现 一方是美国日本为同盟 另一方面是中国俄罗斯同盟 这股风挖到世界 挖到亚洲 挖到中国 好像中国人也在跟着股风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不接盟 两极世界 这个冷战 所以是新的冷战要爆发了 如果是这样 我们首先明白 要搞清楚 两极体制 冷战是如何发生的 人类战后经历了两极体制 冷战 冷战是以两大军事集团 对此为基础 1949年4月 美国同十个欧洲国家 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北约成立了 六年之后 1955年5月 苏联同七个东欧国家 签订了华萨条约 美国同日本签订防务条约 是1951年 这是两大军事集团对峙 请大家注意 1991年2月 华萨条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 在布达佩斯开会 宣布华月 1991年3月31日停止活动 解散了 华月解散了 但是北约依然存在 北约你看看 从冷战结束的时候 16个国家扩大到了 28个国家 北约在扩大 你看 前不久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返回美国 他一个重要成果 就是敲定了 美日安保合作的新指针 这一方 结盟依然存在 可中国同俄罗斯结盟了吗 没那么回事 我想在座的俄罗斯 同时也不会同意这一点 中国人为什么坚持不结盟 我想中国人首先是 第一 考虑到时代主题的变化 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 需要结盟 这个时代过去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第二 总结了历史的经验 我们曾经跟苏联结过盟 效果并不好 在这个改革开放初期 我们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之下 总结了中国外交的经验 很重要一条 不结盟 这是非常重要的经验 上个星期 我到印度尼西亚去 我去了万农 参观了万农会议的旧址 这个很有意思 万农会议你们都讲 万农会议上面 你回顾这段历史 在会议吵得一塌糊涂 快要破裂的时候 周恩来总理去讲了一篇话 但是我们有没有分歧 我们有很多分歧 我们有没有共同点呢 周恩来总理列了七八条共同点 大家一想有道理啊 就在这个基础上 发布了万农会议十项原则 万农会议十项原则 周恩来总理亲自签署的 与会国二十九国家都签了 万农会议十项原则很了不起啊 万农会议十项原则的第六条 就是不使用机体防御的安排 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 你们查查档案 很有意思啊 他们说 1961年的不建议盟运动 就是在万农会议的技术上产生的 大家想一想 你不能不佩服周恩来总理的远见着实 他当时总跟苏联已经结盟的情况下 他考虑大概这个结盟可能有点问题 不结盟非常好 第三 我们坚持不结盟 我们考虑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人民最大的利益是什么 我们有很多利益 我想中国人民在21世纪最大的利益 就是邓小平讲的 发展是一个道理 具体到21世纪 就是我们必须保持发展的势头 中国目前这个发展的势头 大概是自鸦片战争以来 1840年以来最好的势头 这个势头如果过去了 再想恢复这个势头是很困难的 我们现在这个势正在这个势头上 为了保持发展的势头 我们必须保持开放的势头 一封闭就完了 保持开放的势头 保持对外合作的势头 一结盟会什么结果 树敌了 中国不需要敌人 中国需要朋友 我们愿意从全世界各国人民交朋友 各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利润合作 这也考虑到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世界需要什么 世界需要和平发展 世界不需要军备竞赛 当年美苏搞军备竞赛的时候 花了多少钱搞军备 没有一个确切统计 有人估计 大概20万亿美元 我看可能还不止 今天世界需要 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靠什么 需要资金 资金从什么地方来 如果这些特别需要的资金 都用去搞军备竞赛了 那人类面临的问题解决不了 所以从世界人民根本利益出发 那就是我们坚持不建盟的政策 我最近我到了新加坡 到了印度的印象访问 他们都跟我讲一件事情 我们愿意同美国保持好的关系 我们也愿意同中国保持好的关系 我们不愿意选边站队 我想东南亚人民这种感情 东南亚国家这种感情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世界人民也不愿意选边站队 如果中国同某一个大国结盟 那会发生什么情况 一场新的冷战就开始了 没有赢家 大家都是输家 中国人绝不干那种事情 所以人们不断预测 好像中国要同哪个国家结盟 没那么回事 去年这种声音相当强烈 但是请大家注意 在去年11月29号 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外事公众会议上 明确讲 坚持不结盟的原则 结伴不结盟 我们愿意从世界各国建策伙伴 现在跟中国建策伙伴的 已经很多对了 为什么 合作呀 在共同的利益基础上 开展合作 但是不结盟 中国坚持不结盟 是考虑到中国人民的利益 也可是考虑到世界人民的利益 我们这条路会继续走下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